大家好 歡迎收看振動招音科普專欄 我是國立評論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教授王國春 這個單元要來探討的主題是 如何解讀累球棒的振動模態磁力模態陣型 那我們知道振動模態 是每個結構都有的 會包含有自然頻率模態磁力陣型跟模態組迷比 那這稱為模態參數 那我們這個單要來看的是累球棒 那我們會看的累球棒會有木棒 像這樣子是個木質的球棒 那也有這種鋁棒 那當然我們知道鋁棒通常他是空心的 那一般也會說鋁棒會打的比較 比較好打球打比較遠 那我們也可以從振動模態角度來看看 有什麼樣的差別 好那我們就回到木棒這邊來看 如果我們去做了 理論的有限率數分析 可以得到結構的自然頻率模態陣型 那如果我們去做EMA實驗模態分析 也可以從實驗的角度 那對這個實際的結構 去得到自然頻率模態陣型 那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看的是這個 木棒的是全三個 振動模態 那是第一個 彎曲 Bending模態 第二個 第三個 Bending模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 重要的特徵 因為他是一個自由邊界 所以他這邊會有 兩個 不動點 稱為 是 節點 所以 這個位置 是不動的 可以看到 他整個 3D的動作 動起來是這個樣子 好 第二個 Bending模態 那可以看到他就 多了 三個 節點 那這邊 分析上面也有看到這樣的特徵 好 那第四 第三個 Bending模態 就會有 4個 不動點 好 這個是從 實際的 這個 木棒 時間 出來了 那我們也做了 分析模型 那又得到多一個 測針 那這個就是 很典型的 木棒的 震動模態的模態陣型的五個特徵 那這個就是 Bending mode 有第1、第2、第3個 Bending mode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鋁棒 那鋁棒如果我們做同樣的 語論分析 以及做 對這個 鋁棒結構去做 EMA 那我們可以看到 Bending mode 還是有的 第一個Bending mode 其實還蠻像的 但是 當然還有第2、第3 我們這地方 填補的關係沒有修出來 不過比較特殊的是 這個鋁棒呢 因為它填補這邊 有點空心 所以它未有這種 HOOP mode HOOP就是 胡拉圈 圈 所以這種HOOP 我們也可以說是 膨脹型的模態 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是主定的 它是 這個地方是膨脹的 那這個 HOOP21 也就是大概 在長度方向這邊 它是有 兩段 所以它這個地方有 兩段的膨脹模態 形成了像這樣的一個式子 所以我們在 不管是在實體結構跟分析都有解析出來這個 HOOP mode 有11 的 HOOP mode 有21 的HOOP mode 這就是解讀這個模態 真心 那如果我們快速的來比較一下 在 木棒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沒有看到 HOOP mode 這種 膨脹型模態 因為它就是 一整根 十字形的 木棒 所以它會有 平行的 側向震動 第1 第2 第3個 4個節點 4個節點 好 那我們在 鋁棒的時候呢 它當然也會有這些 bending mode 只是偏向的關係 我們沒有呈現它的 2、3 的bending mode 好 那事實上它比較特殊的 鋁棒它就有 這個HOOP mode 這個HOOP mode 我們能用 能夠理解的中文來說 那應該也就是說 它可以說它是一個膨脹型的 模態陣型 所以它有 1、1跟2、1的 模態 HOOP mode 模態陣型的無敵物 好 這個單元我們 又配合我們先前談過的 雷球棒的EMA 也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雷球棒的震動模態特徵 那這個HOOP mode 那很可能就是會讓 雷球棒能夠打得更遠的原因 因為它這個b棒 對球的反擊的 效果是會更好 好 這個單元我們就介紹到這裡